現年58歲的鄧穗文 拍過《金之玉劇》和《根國梟雄》等等經典劇集 還在兩屆的時候 不過近年他就已經很少現身香港幕前了 來找母線之後轉至內地發展 拍劇和上綜藝節目 兼挑戰舞台劇 最近有網民就分享偶遇到他 有人送花和禮物給他 被多位粉絲包圍著 雖然突然被人攬接攀談 但是鄧穗文仍然笑容滿面和粉絲聊天 可以看得出他很親切 沒有架子 省睫毛髮 省睫毛髮 姐姐這是我做的手機支架 哎呀 怎麼這個比較黏 好詹一個 好詹一個 給點兒子 這個就不喜歡 怎樣 我寫美女的 而且他是一個普通話老師 普通話 我是普通話老師 是 一胡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寫美女的 我寫美女的 你不看我眼 我寫美女的 要說真話嗎 當然 你看哪一場 我看蘇州場 第一場 蘇州不行 好 今天晚上我親一張 昨晚真的比蘇州場好多 今天晚上給您反推紅 可以 好嗎 好 不知道是否因為他沒有化妝 所以戴了口罩呢 不過依然都可以見到他發線上移 腦出飽滿的壽星公額 相當之有福氣 鄧瑞文早年曾經經歷金融風暴 損失慘重 但是依然不失才氣 曾經被報道說 他秘密豪宅近一千萬 購入馬鞍山帝琴灣一個低層單位 2013年他又被指 以803萬售出長沙灣碧海南天單位 賬面賺370萬 加上有事後這個名字之後 在內地密密吸金 相信都晚年無憂了